如果我们有家人常常对我们说不好的话,我们放在心上就会很痛苦。 所以这个思想的方式,我们需要留意我们内心的世界是怎么样的。 圣经说,证言说,证言四章二十三节,你要保守你心,胜过保守一切,要医生的果效都重新发出。 就是说,我们,人骂我们,人说不好的话,我们就抓住这句话,就不开心的话,就必定受伤害。 但我们就说,圣经说,证言一百一十八篇六节,证言一百一八篇六节,有耶和华帮助我,我必不惧怕,人能帮我怎么样呢? 就是说,神帮助我,我就不需要介意人,人不能伤害我的。 我就骂我们的辱骂都落在基督身上。 我们就不介意,不放在心上。 这个,但很多人来说,这个是很困难的。 因为,他们习惯就是想不好的东西,想人的东西。 我们就需要习惯,思想神的美好,思想神的恩典。 这样,我们的心里面就充满恩典,就有力量。 思想问题就很痛苦。 如果思想困难,我们就里面就有很多露气,就没有力量。 但如果我们常常思想神的美善,就会有平安,有喜乐,有力量,就能够我们的见证慢慢改变人。 所以,这个是神的方法。 神的方法永远不是对骂,不要吵架。 而是信靠神,思想你现在开始,思想我有了好的东西,感谢神。 他们骂我们,转过来马上就处理。 我告诉你,为什么我会这样留意我的内心呢? 因为我多祷告,我祷告就有喜乐。 而且我告诉你,相信我们亲近神,神就喜悦。 祂因我欢欣喜乐,默然爱我,且因我喜乐而欢呼。 神很喜悦我们亲近祂的,很喜悦我们赞美祂的,很喜悦我们赞同祂的。 所以我就很感谢神,我就很喜乐。 我喜乐的时候,我在里面就有平安,就我越喜乐,我就留意到什么时候有什么烦恼,就马上留意到。 当我有烦恼,我马上留意,因为我整天都是在平安的状态。 当我觉得有不平安,我就马上会处理。 为什么呢?是因为人的缘故,我要放手,然后善待对方,怎样善待他,不需要继续思想他的不好。 有困难呢?我就处理,不要思想这个困难。 总而言之,就是所有困难,我们思想怎样处理,就放手了。 思想的过程也不要在痛苦的状态。 而是思想神的美善,就相信祂的恩典。 我希望我们都学到,思想神的美善,思想神的话语。 整天思想,整天加美酒,就整天有力量,也相信神喜悦我们,就整天都有喜乐。 这样的话,我们就不用于别人影响,发觉有别人影响,就马上处理,马上放下这些垃圾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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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